究竟维他命C用来对抗病毒有没有效呢? 而你又知不知道我们平时所认识的维他命C 和天然食物中的维他命C是很不痛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Johnny Health Coach 欢迎你来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有很多研究显示 维他命C的功效是一种抗氧化剂 当身体打病毒的时候 会有很多Oxidative Stress 养发压力 而产生很多自由基 维他命C就有可能可以帮助你 拿走这些自由基 那身体就会快点痊愈 研究也有显示 维他命C可以作为干扰素Interference 可以用来保护细胞被病毒侵入 虽然真正的机制我们未清楚 但是有些研究显示 维他命C可以增强免疫细胞的增值 所以维他命C可以帮助免疫系统对抗病毒 那提起来维他命C真的可以对抗病毒 尤其在疫情期间大家都想有多些方法对抗病毒 而很多人就开始买维他命C吃 但是你又开始冲出去买维他命C的时候 其实我刚才说到维他命C的功效 大多数的研究 一是就在体外研究 Individual Studies 知识研究做在实现室内的 isolate的人体细胞上 一是就做在动物上 实际做在人的研究 和有随机双盲对着的研究不多 这份评论报告收集了29份研究 大多数是有随机双盲对着 发现维他命C 似乎可以减少感冒的严重性 成年人的恢复时间减少了8% 而儿童就减少了14%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譬如说你今晚有个礼拜 有食维他命C 就可以早半日恢复 而儿童的话比起没有食维生素 就早一日恢复 但是报告也有提到有些治疗实验 repeat不回这些研究的发言 所以效果也不是guarantee 那为什么维他命C理论上好像不错 但实在上又一样呢? 那我们就要审视一下我们对维他命C的认识了 OK 准备好了吗? 维他命C英文的化学名叫 A在前面的意思就是Anti Scorbit就是Scorbit AntiScorbit Ascorbit的中文名是抗坏血酸 更容易解释就是用来抗坏血病 所以说到维他命C 就是Ascorbit 抗坏血酸 以前发现到坏血病 是一种维他命C缺乏引起的疾病 知道了之后科学家就找办法 大量的人工制造这些Ascorbit 就是我们现在的维他命C 今天大约95%的人造维他命C 是从中国来的 我们市面上看到的各种各样维他命C的牌子 大部分都是从一个商家来的 只是有不同的branding 不同的包装 但是我们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天然的维他命C 是绝对不可能单一字的一个出现的 其实真正的维他命C 是一种complex 天然维他命C complex 是包含很多其他有用的物质 叫Bioflavonoids 目前已知的Bioflavonoids 有6000多种 这些Bioflavonoids 不单止可以提升维他命C的功效 它们各有各不同的功能 例如抗炎、抗氧化 又在于血液传环 眼的健康 增强血管的灵活性等等 除了Bioflavonoids 同时和维他命C一起出现之外 还有其他的酵素 和很多未知的物质 这些全部和天然维他命C 一起存在as一个complex 腎的创造就是这么奇妙 和不是偶然的 天然食物中的维他命C 目的就是作为一个保护膜 维他命C就像保镖一样 来保护哪个呢? 来保护其他更重要的Bioflavonoids 和其他的化合物 不要被养发 这些才是天然食物的秘密武器 而我们外面卖的维他命C 就只有外层这个保镖 因为里面有其他宝贵的化合物 很难被分离 就算被分离到它们不稳定 容易被氧化 如果分离不到 就不可以大量地生产 不可以大量地生产 就没钱赚 没钱赚就没人要做研究 所以我们很少听到 维他命C complex里面的其他化合物 这个1936年很旧的报告 说ascorbic acid支持维他命C 还有另一个相似重要性 和相关活性的物质 那时候它就称为维他命P 之后研究完发现到 不能归类为维他命 所以现在就叫做Bioflavonase 刚才我说到的 这个研究发现到 维他命C 来帮助一些脆肉的小血管壁 没有效 但是可以透过 红灯露椒 或者柠檬汁 提取物来治疗 再次可以见到 天然存在在食物中的维他命C 和我们买到的维他命C 保健品是很不同的 所以现在维他命C的研究 是要吃很多很多维他命C 才可以见到那些效果 食物中的维他命C的含量 比起保健品的维他命C 虽然没有那么多 例如吃一个份量 大约150g的红灯笼椒 大约有120毫克的维他命C 而你买的保健品 那么维他命C 吃一粒就可以吃到1000毫克的维他命C 如果这样看 食保健品好像好些 但是真正的效果 未必好过天然的维他命C 因为我们忘记了 那个灯笼椒 还有很多其他很重要的物质 幼些 有可能还没发觉到 一个简单的analogy 好像一个棕里面的齿轮 我们不可以说 这个齿轮比另一个重要 然后就拿这个齿轮出来 就说 只用这个齿轮就可以给你时间 在天然界里面 维他命C 其实 只是其中一部分 要用来对抗病毒 提升身体免疫系统等等 不只是吃维他命C 而是需要整个complex一齐 来互相协助 互相发挥它的功效 by the way 就算研究说 维他命C可以对抗病毒 提升免疫系统等等 这些身体内的机制 是绝对 无可能只是靠维他命C 一个化合物来达到的 在人的身体 都需要其他化合物和分子 来帮助对抗病毒 提升一样的免疫系统 所以当我们长期只吃大量 被分离的维他命C 反而会令到其他营养失陷 维他命C 如果吃过量 可能会导致 作门嘔疼 肚射 提高神结石的风险 维酸倒流 肚脏 失眠 头痛 皮肤红肿等等 如果你买了维他命C 无所谓 它不是完全不合理 但是比它真正食物的话 效果就可能没那么好 所以我也是建议 先吃圆形圆毛的水果蔬菜 吃天然的食物 是不会有失措的 但我都知道 有时候我们吃不到那么多水果蔬菜 或者买到水果蔬菜质量不好 因为种种原因 例如土地越来越没有营养 农药 新鲜度等等 所以第二个选择是 选有高维他命C的天然食物的保健品 其中一个你可以试一下 是南美洲的一种水果 叫Kamu Kamu 这个是一个很高维他命C的水果 但是记住 重点是要吃整个维他命C的complex 所以尽量选牌子 只是纯水果 或者确定它是消加工的 你保持它原有的维他命Ccomplex 有些会将人造的维他命C 再添加这三个Bioflaminoid 就没有选择了 我们故意去分开它们 之后又放在一起 What's the point呢? 这个牌子的Kamu Kamu 是用整个果磨成粉 这样才可以保存食物所有的营养 但由于它很酸 通常都是介习Smoothie或者果汁一起喝 如果你很怕酸的话 你可以选择胶 全部产品的连结 可以在下面的资讯栏找到 天然食物含有的维他命C 是已经包装好 又齐了 对的比例给我们吃 我们不用特意去分离维他命C 或者做些维他命C来吃 我明白了 大家买维他命C 都是为了看门口 增强抗力 保护自己和家人 买了之后 无所谓 都可以继续吃 但我希望 你看了这个影片之后 你会对维他命C 有新的看法 优先吃天然食物 和懂得如何去选择宝健品 做更命C的选择 如果这个影片有帮到你 就麻烦大家大大力按个like 订阅和分享出去 我希望大家可以掌握自己健康 踏到身心健康 我们在下个影片见 拜拜